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其實最近大陸方面有好多好多的炒股指訊突然出來了, 個個都在說教你炒股,教你炒期子,甚至吹噓, 說炒期子好好,炒什麼炒物好易賺錢, 我覺得這些是官方有意為之的, 是故意推這些東西令到你幫人炒股票, 跟著就可以令到市場活落。 但是這些東西我看到太明顯了, 而且是有好多好多人受到影響, 然後開始炒股,而這次說的案件或騙案, 即是說大陸有一個男人就用了人民幣, 就是零點三一去學習炒股課程,即是三毫指, 怎知五日就被人騙了五百一十萬。 這個新聞就在澎湃新聞出來的, 這個姓翁的男人在四月三十號就在電商平台洗了三毫一指, 就買了一個炒股課程,看完講座之後就加購四毫八指的第二課程, 賣家趁機跟他介紹大師群組,希望這個男人就下載一個叫workpro的聊天軟件, 一齊深入交流。 來到這裏,我跟你們講,通常叫你去這些沒有監管的軟件就是去找你病的。 為什麼呀?因為我真是認識有人這樣做的, 他呀是叫哄你加了這些新軟件,就跟你講因為官方軟件, 有好多監管好多東西不給你講,會封群, 所以你進來我們這個新軟件那裏,我們暢所欲言講什麼內幕都可以, 如果不是呀,你在微信那裏談的話,被人封了或者被人查到我們講內幕, 那就好麻煩啦,好多人就信以為真,然後就進去這些所謂的群組啦, 進到這些所謂的群組之後,就哈哈,可能整個群是只有你一個是活人來的, 其他都是他自己人來的。 我們繼續看這個新聞啦,聖翁這個男人,雖然同第二課程的賣家互加微信好友, 但他持續已讀不回對方的入群要求啦,直到第一課程的賣家主動加好友,聖翁這個男人, 才四下心房落入陷阱。 對第一課程有良好印象的翁南一聽到對方建議下載WorkPro,就即刻照做, 還提供聖明手機交由第一賣家去註冊帳號。 而聖翁這個男人登入之後就發現,自己在首席內部經濟三論壇大師這個500元群組入面。 這個群組就只有分析和推薦股票的大師能夠出聲。 而聖翁這個男人就在這個大師的持續洗腦之下, 和對方在5月14號視訊通話和完成了機密投資簽約。 而他在這個視訊通話之後沒多久, 有多達300名成員就被人踢出群。 而聖翁這個男人仍然按照大師的要求去到一個陌生的投資平台去操作投資, 然後賺到錢,聖翁這個男人直到完成24筆轉帳一共是510萬人民幣想提現。 他發現平台拿不到錢, 才知道原來自己受騙。 這裏逐步逐步同你拆解。 首先, 這些這樣的平台其實是好便宜好便宜就可以做到出來的啦。 如果我想做的話, 應該10萬內是有機會做到出來的啦。 反正我不用拿牌照的嘛。 這些這樣的山寨野雞平台。 還有, 你不要以為在裏面去玩這些不知名的平台好過癮。 你為什麼可以賺錢呢? 我給你賺錢的。 還有, 你不要以為你在裏面買的期貨, 或者是option合約, 甚至乎股票, 期權, 什麼都好啦。 總之, 你的單是沒有流到出市場的。 你是跟我對賭的。 即行AB, 你就只是跟我對賭。 當然啦, 無論你贏輸都好, 我都是殺你的。 如果你是輸了錢的話, 當然啦, 順理成將我殺你啦。 如果你沒有輸錢的話, 你想提現, 我當然是不會提現啦。 只要是哄你入多些錢就行啦。 所以我說這些平台, 其實是好容易弄的。 行內人都知道, 換個皮, 就可以給你入去, 跟網路遊戲差不多。 那講完他的群組啦, 他這個群組, 就說, 只有大師才可以出聲, 他算好的啦, 只有大師可以出聲。 有一些, 他不止大師可以出聲, 整個群, 全部人都是他找回來的假人來的, 你一言我一語哄你去玩啦。 這些群組多到不得了呀。 可能有時呀, 如果你有用WhatsApp那些群組的話, 是有班人呀, 這班騙子呢, 就去拉一個電話名單, 跟著就把所有人丟進去, 然後跟你說, 我是什麼什麼證券的老闆, 我是什麼什麼股評人, 然後說我要出書, 我現在呢, 就帶大家賺錢, 不要玩啦。 帶我賺錢, 你這麼厲害, 你自己賺光它啦, 什麼教人呀。 沒有人呢, 是會這麼無私去教人賺錢的呀, 真是賺夠給你賺呀。 賺錢的, 怎麼會教人呀, 還要開群無差別的拉人進去, 一看就知道你是騙子啦。 那這些騙子呢, 是好可愛和奇怪的。 他呢, 用這麼低劣的手法, 拉所有人進去之後, 他竟然覺得可以在裏面能夠握到人開到單的。 那即是說, 這些這樣的手法, 對他來講, 他是叫做, 最容易拿到單, 因為你篩選證走證的人就會成為他目標啦, 然後他是錄下你, 其實他是做A&B測試, 看看你哪些人聰明的, 那我呢, 就篩選了你, 不加你啦, 你不出聲的, 我都照加你的, 好似我那樣, 我一入到你的群, 我第一句講, 騙子的手法層出不窮, 又或者下, 我贊夠啦, 給點你贊, 總之呢, 我想辦法, 要激怒這些騙子先的, 跟著後來, 他們玩到, 有一段時間不停加的, 我後來玩到, 他們認得我的啦, 我講一句Hi, 他即刻踢鬼中我出群啦, 那這班人其實是同一班人來的, 那講返自己親身見過的例子啦, 我就是見過有人就去買名單, 大陸啊, 然後呢, 就去找那些大師, 去跟人講股票, 去做直播, 去講金融的, 但我告訴你啦, 這些那樣的直播去跟單, 你很難跟到的, 因為直播跟你看到, 是有一個時間差在的, 你一有時間差, 那你如果玩期貨的話, 那基本上就好致命啦, 他的買入點你永遠跟不到, 如果你是做炒單, 跟這些大師做炒單, 你試得更快呀, 可能你見到大師是賺錢的, 但你賺不到錢咯, 因為你跟他就差了30秒的延時咯, 你做不到那個即時, 那你可能已經輸的啦, 因為炒單講的, 一個效率和好快速這樣去炒, 你跟著這班大師做, 你好快就會給手續費吃光你的本金咯, 而他亦都達到他的目的啦, 那因為他還有一種方法的, 除了直接你輸錢, 他不用煩, 或者是不派菜給你, 等你告, 第三種呢, 就是不停叫這些大師叫你不停交易, 輸完你的手續費, 而這一種輸完手續費的方法, 除了是這些不合法的平台有之外, 合法的平台都有, 譬如倫敦金, 他是會不停跟你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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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那些錢就會去他的袋啦, 而且這件事是合法的, 只要你簽了他代理操盤, 那他就可以不停交易啦, 是不是好過癮呢? 好啦,那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